梁永泉的媽媽 對 她是 她是媽媽 那妳是 小阿姨 她是奶娘 奶娘 奶娘 是的 我覺得妳比較像奶娘 其實她在劇中裡面演的角色是一個壞小孩 對對對 後來真的壞小孩 但是因為 很叛逆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對她來講很辛苦 因為有時候她下了戲了之後 她會把那個無英雄的個性帶回去 真的喔 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大人要 大人要把那個情緒 從戲中馬上脫離都很難了 更何況是小朋友 所以其實劇組裡面的 她是以為自己是壞學生 對 一定會的 那後來因為 演得這麼好 其實劇組裡面的很多的姐姐哥哥們都對她很照顧 然後我就會跟她講說 你認為你被人家喜歡是梁永泉還是無英雄 她會說是因為是梁永泉 那所以說 我說那我們可不可以 下了戲了之後 我們盡量就不要把無英雄帶回來 然後她就會做得很好 對有一次 有一次她就跟我講說 小阿姨 那我今天有沒有還是當無英雄 我說沒有 你今天好棒 你回來沒有當無英雄 你是梁永泉 漂亮 她有時候會自己提醒自己 對 今天那個訪問莫名其妙的 找到了一個有沒有 不為人知的心裡面的故事 對不對 他演了壞女生演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